親戚接待旅客台鐵車勤服務員 從代位到介紹餐飲 顯得相當專業 他們都是在台鐵EMU3000 新自強號列車服務 台鐵三月中準備再招募 30名服務員 但是語言能力要求全民音檢終極 多一五百五十分以上 或日語能力檢定要有N4 但是開出的月薪只有三萬零 兩百五十六元 我認為真的是給得太低 很多工作群你去打工 好像死心算算好像還比較多吧 對不對 沒有 我就是覺得很低 四萬五吧 有不少網友質疑 薪水也太低了吧 還不如去跑外送 還有人認為根本是剝削勞工 其實台鐵在110年 曾經徵選20名車勤服務員 當時的月薪只有25380元 如今因為交通部核定 台鐵局低薪基層員工 調薪到三萬元以上 因此起薪調高到30256元 可能整體來看 還是建議這種運輸業的服務員 薪資如果加上一些語言能力要求的話 大概要落在三萬五到 三萬八這邊可能會比較有吸引力 對此台鐵回應 車勤服務員薪水再加上浮動勞愁 每個月可以領到三萬五千元起 依勞基法行事不會剝削勞工 行違法之事 儘管台鐵強調福利不錯 但是開出的條件跟薪資 卻引發網友諷刺 保全的薪水都比車勤服務員還來得高 記者李祺穎 王一仲 台北報導 我是陳怡榮 波保工作就像是突發新聞 你永遠不會知道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而棚內的第一線 總是充滿刺激與挑戰 更多的新聞資訊 請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並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和開啟小鈴鐺喔